女生阿美不仅长期被丈夫家暴 更是被这个男人要挟去做了陪酒女郎 漂亮 美丽又贤惠的阿美 就因为找了一个丧心病狂的禽兽丈夫 她的命运才会如此跌宕起伏 要说在阿美的生命中出现过转机 那只能是在这一天陪酒时 她认识了顾客小黄 小黄是一个年轻的男人 她能够给阿美情感上的照顾 阿美和小黄聊得非常投缘 但现实生活是每次回到家中的阿美 又会遭到丈夫的虐待 某一次家暴过后 伤心欲绝的阿美 收到了小黄给她发来的消息 小黄约阿美见面 此时的阿美心中正有伤痛 她为了抚平心中波涛 阿美赴约了 此后阿美和小黄日渐往来密切 他俩自然而然地就走在了一起 而当小黄发现阿美背后的瘀伤时 这才知道阿美原来经历了如此严重的家暴 一想到阿美经常遭到家暴 悲痛欲绝的小黄就想帮她逃离丈夫的魔爪 要知道阿美的丈夫拥有着六亿的保险金 如果阿美丈夫意外死亡 这个六亿保险金就全归他们了 所以在一天下着雨的夜里 阿美给小黄看了丈夫的照片 还把丈夫每天喝得烂醉的路径行程告诉了小黄 小黄得知这些情况后 就让小美在家等待她的好消息 随后小黄独自守在酒吧门外 突然看见一个打着雨伞步履蹒跚的人走了出来 小黄对比照片反应过来 此人就是阿美的丈夫 随即轰的一声油门踩到底就撞了上去 之后小黄把那具尸体偷偷埋在了后山 又暗自窃喜地打电话告诉阿美说事 办成了 阿美心中乐开了话 可刚挂断电话就听见了开门声 这是怎么回事 丈夫居然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里 她立马就手足无措了 当她再三确认就是丈夫后 她不得不承认是小黄杀错人了 二或小黄得意地赶来 使阿美将她推出门去 并告诉小黄你真的杀错人了 顿时间小黄精神错乱了 她依旧想带着阿美仓皇逃窜 但穷困潦倒的她能跑到哪里去呢 只能有钱了再说 后来某一天阿美上班又遭到了客人的非礼 幸运的是阿美的老板娘 及时赶到帮她解决了这场磨难 这个老板娘叫丽姐 但客人并没有给丽姐面子 反而还暴力相待 不过丽姐可不是好惹的 三下五除二的功夫 就用酒瓶把客人肝趴下了 丽姐明白阿美在家受家暴 上班了还要受欺负 所以丽姐就给阿美美了钱让她去就医 并且亲切地告诉阿美有什么需要请 尽管麻烦她 阿美铭记在心又找到了小黄 但小黄现在已经出现了精神问题 她认为撞死的那个人变成了冤魂在纠缠她 所以此时的小黄就想去自首 阿美可不能让她这样干 再三阻挠小黄后 她依然想去自首 无奈之下阿美害怕事情败露 一狠心就开车撞死了小黄 等阿美背上人命时内心也慌了 手忙脚乱的她接到了丽姐打来的电话 阿美对丽姐说明了一切 丽姐来到阿美身边安抚好情绪后 他们一起将小黄的尸体处理干净 随后把肇事车辆开到报废场企图毁车灭击 丽姐用言语骗得了阿美的信任 于是阿美在丽姐的协助下 成功谋划了一场杀害丈夫 骗取保险金的犯罪事实 同样成功地骗过了警察和保险公司 最后小美自以为很顺利地拿到了那六亿巨款 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丽姐布置的一个局 丽姐将阿美骗到了庆功宴上 二人把酒言欢 可当阿美第二天醒来时候 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五花大绑 阿美顿时反应过来 这是丽姐要独吞那保险金杀人灭口啊 丽姐成功地拿到六亿保险金 而后就找到自己男朋友大壮 大壮此时看起来闷闷不乐 原来是因为丽姐之前以大壮的名义欠下了一笔高利贷 这导致了放贷的黑社会时常逼大壮还钱 这下丽姐总算回来了 原以为丽姐能够将高利贷全部还上 又可以和大壮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只可惜现实从来没让人满意过 如今的大壮已经变心 她将丽姐打晕过后私吞了这笔钱 拿着这笔巨款到了喜悦中心 大壮打算天一亮就溜走 可就在她外出一会儿的功夫 却被黑社会的人看见了 大壮拼命地跑 谁料一不小心竟被十字路口的垃圾车 撞了得四分五裂 而那笔钱又去哪了呢 原来喜悦中心的阿罗发现了这笔巨款 阿罗把钱藏了起来 阿罗家净贫寒 母亲有老年痴呆 妻子在机场做保洁 这个穷困的家庭还有一个女儿需要上大学 阿罗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这叫她怎么能不心动呢 但她万万没想到这笔不易之财 竟会要了她的命 阿罗突然接到经理的电话 让她去领工资 虽然犹豫了一会儿 但还是去了 当她到达现场才明白自己上当了 黑社会老大冒充警察威胁 她说丽姐的手提包丢了一定是你拿走了 因为有人证明看见了阿罗当时 拿走过一模一样的手提包 阿罗只能死不承认 丽姐和黑社会老大只能又设下计谋 故意放走阿罗企图引射出洞 阿罗火速回到家里 但没想到家人已经受到威胁 正当她想要转移那笔钱时 可巧就被黑社会老大和丽姐逮了个正着 丽姐轻点数目之时 黑社会老大将阿罗打晕在地 而正当要杀害阿罗母亲时 黑社会老大顿感背后一阵刺痛 还没能回头 原来是丽姐又给她补上了一刀 等不到黑社会老大反抗 丽姐直接送她回了西天 丽姐一把大火毁尸灭尽 烧掉了房屋现场拿着钱潇洒离去 随后黑社会的小弟到达现场 发现自己老大死了 但丽姐却不见了踪影 为了替黑社会老大报仇 小弟顾不及身旁还活着的阿罗和阿罗的母亲 也因此阿罗背着母亲逃过此劫 这个小弟一心只想找到丽姐的踪迹 买好了机票 在机场候机的丽姐本以为自己能安然离去 却不料此时的她已经插翅难飞 丽姐把保险金藏在了橱柜 正在洗手间清理血迹 她无论如何也没能料到 就在这个洗手间那将是她命丧黄泉之地 黑社会小弟拿出明晃晃的刀子 一心只想给老大报仇 就这样一刀接着一刀奖励丽姐送上了西天 这个小弟不为钱财之位害命 之后不久警方就通过监控锁定了凶手将其逮捕 而橱柜中的六亿巨款又将花落谁家呢 只见在影片的最后那个名不见经传的阿罗的妻子 在打扫卫生时 无意间发现了那笔巨款 她的反应和丈夫一模一样 看着眼前这么多的钱 心中立马就打起了算盘 最后的镜头是阿罗的妻子 带着这笔钱离开了画面 故事的结局如何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这个事件的过程 是导演为我们展露一个人为踩死鸟 为食王的极其荒谬 却又无比现实的残酷事件 原来人性在金钱面前将是那么的卑劣 好